再来看看这一段非常惊险的画面 这是国道3号所发生的一起车祸意外 有一辆百万名车刚上了这杀戮交流道时 因为没有打方向灯 就快速的变换车道 导致后方车辆闪避不及 擦撞车头 失控而冲撞到了护栏 但肇事的驾驶却是头也不回的离开 被撞女驾驶幸运的毫发无伤 但车子几乎全毁只能报废 原本是想要去买父亲节礼物的 没想到却发生了意外 现在他把影片PO上网路 希望大家帮忙揪出可恶的驾驶 车子直线行驶国道 右侧黑色轿车变缓车道 越靠越近 下一秒一晚发生了 这一撞车子失控撞向外侧忽然 力道之大发出巨大声响 肇事车辆确实直接开走 被撞的就是这台银色轿车 车头车尾几乎全毁 零件散落一地 保险感卡在忽然下 女驾驶呆站在一旁惊魂未定 机器人就吓死了 就想说车这么严重 人到底有没有怎样 就是因为那时候 因为你刚一听到这个消息 就头皮发麻这样子 车子冲撞忽然 栽谈到中间车道 女驾驶幸运的毫发无伤 但撞车驾驶却头也不回了 肇事逃逸 让家属相当气愤 仔细看黑色轿车没有打方向灯 不当变换车道 可罚3000至6000元 肇事逃逸再罚3000至9000元 还要吊小假招 这起车祸发生在3号下午 女驾驶当时独自开车 要去买父亲鞋蛋糕 却在杀戮交流道附近遭到擦撞 车子被撞得稀巴烂只能报废 女驾驶虽然只有轻伤 但受到严重惊吓 肇事车主开着百万名车 撞了车却是加速逃逸 家属将影片po网 要揪出证明照逃假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嘉宁 李嘉宗 台中采访报道